哥羅芳劫鳳姐青年,14歲嫖妓 22歲的張德華嫖賭也對,欠落賭債,前年搞破產 但14歲開始嫖妓的他嫖上癮 找老同學兼同事在公司藥房偷哥羅芳 去年7月去元朗光顧38歲的鳳姐 突然拿哥羅芳說是咳藥水,吸完會嗨一點 之後突然發爛劫鳳姐,頭暈暈的鳳姐逼著給他2000元 赤腳走路的張德華避過截他的鄰居 但落到樓才發現不記得穿內褲,還漏了袋子和雙鞋 回頭想付錢的鳳姐就被制服 他和同事都認罪,又向女事主道歉 辯方說同黨勸過張德華收手,但他不聽 法官罵他的手法卑劣,哥羅芳可以致命 還帶來龍省想綁人更加嚴重,法庭有責任保護鳳姐的安全 判他監禁8年,同黨坐5年 判他監禁8年,同黨坐5年